今天 好 首先呢 假設XD 是一個Matrix Space 那麼 一個集合 一個子集 這個子集是X裡面的一個子集 叫S 我們說呢 它 是一個 如果 如果呢 對任何的 給定的 OpenCover 假設呢 你有任何給定的一堆開集 OpenCover就是一些開集 這些開集有編號 隨便有編號 只要用個集合來編號 然後Cover的意思是說 它們的Union 它們的連集 包含這個S 我都一定可以找得到 然後 α1 一直到αm 這個m 並不限制幾個 但是是若干格 指標裡面的若干格 使得呢 S 被這若干格就已經蓋住了 可以嗎 所以這是我們上次常講的 什麼叫做一個compact sign呢 意思是說 對任何給定的OpenCover 它都可以找到 一個finite subcover 有限多個就已經 可以蓋得住 這樣就不對了 那不要忘記是 對任何的 好不好 任何的 同學們常會有個問題是說 它覺得 我拿一個OpenCover 蓋得住 有限多個就蓋得住 這樣難道不就說明 S是compact嗎 不是 S是compact意思是說 必須要確定 它對任何一個 給定的OpenCover 給好以後 裡面可以找 有限多個就蓋得住 只要你可以拿一堆開擠蓋得住 那從這一堆裡面 挑有限多個就可以蓋得住 這個性質如果成立 我們就說S是compact 那麼大家會問說 這種東西很難想像 就是這個compensate到底是什麼 很難從這個條件看出來 它是一個性質 就想說 有這種性質很棒啊 只要能夠拿開擠蓋得住 那這裡面就有限多個就蓋得住 但是到底給了一個集合之後 怎麼樣會滿足這個性質呢 很難看得出來 不過呢 我們上次不是有介紹一個定理嗎 我們上次介紹了一個定理 是說 在歐式空間中 如果這個Matrix Space 它就是普通的 M為歐式空間 然後我就用普通的距離好了 第一圖就是用歐式距離 坐標平相減以後的平方的排跟號 那麼結論是 S呢是compact 等價於 S是有介定值 可以嗎 好 這個上次講了一個敘述 就是一個 歐式空間中用普通距離 意義下的子集合 什麼時候是compact 充分必要條件 就是它是一個有介幣集合 那麼一部分我在課堂上證明了 用這個分割方塊的方法 區間套定理 那另外一部分是留給大家證明 就是compact會推得 它是一個有介幣集 這件事情 那麼 右邊這個條件 相對來說 看起來就比較容易驗證 對不對 因為funded的意思是說 這個S呢 可以被包在一個球裡面也好 或是一個方塊裡面也好 都可以 好 那close呢 也相對來說 比較容易驗證 就是在看它的complement 看它的余擊 是不是一個開擊 對不對 所以這兩個條件 是比較幾何的條件 所以這個定理 heiner horro定理 它的重要性 是告訴你說 在歐式空間中 至少你知道 什麼東西是compact呢 就是只要去驗證這兩個 比較幾何一點的條件 只要你驗證這兩個條件 就可以保證 在證明過程裡面就看得出來 只要你可以拿任何的開擊盒 把s蓋住 任何一堆蓋得住 那麼在這一堆裡面的 某有限多個就蓋得住 不管你那一堆是哪一堆 只要蓋得住 那裡面就可以找到有限多個蓋住 好 所以你要了解說 他為什麼可以有這個性質 是因為你知道證明過程 就是上次在課長上證 那我們證的方式 是用一個反證法 對不對 我們假設不對 他沒有辦法 那是不對的 不對的意思是說 本來看派的意思是 對任意給定的一堆 可以蓋得住的開擊盒 都可以找到有限的 裡面有限的把它蓋住 那如果你要說 這個敘述不對的話 表示什麼 本來是對任意給定的 都怎樣怎樣 不對表示說 有一個開覆蓋 有一組開集合 可以把s蓋住 可是呢 後面這句話不對 就是裡面的任意有限多個 都蓋不住 所以我們上次的出發點是 假設挑了一個開覆蓋 而且我假設裡面有限多個都蓋不住 然後最後得到一個矛盾 對不對 所以通過那個比較迂迴的證明 你發現有界幣集合 在歐式空間中 自動就會是看不開 可以嗎 所以這個定理的重要性在這裡 你們學在定理的時候呢 不要只記得敘述 你只記得敘述還不夠 你要想一下它重要在哪裡 它的重要是在於說 complex本來的定義是一個 看起來不知道怎麼驗證的條件 但是你透過論證以後 你發現 在歐式空間中 你只需要去驗證 有界跟比 這兩個條件就夠了 可以嗎 大方 站 eles 我身邊有krej 03 di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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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